这集视频让我们从芝加哥的天际线来看看 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 那今天的视频呢我要拍一集 芝加哥TOP10高楼的一个巡礼 那其实呢在全美前十的高楼当中 有两座都在芝加哥 那剩下的八座就是在纽约了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边呢 芝加哥一直是全美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纽约大概持续了一百来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这样一段期间 芝加哥一直都是第二 它跟纽约一直在那儿 感觉有点就真老大的那种感觉 所以芝加哥也建了很多很多的高楼 除了除了纽约之外 美国高楼最集中的城市就在芝加哥 排名第十的呢就是在汉考科大楼的斜队角 900 Michigan的大楼 这个大楼底部有著名的Bloomingdale的山厂 然后这个大楼是高266米 66层高 然后建于1989年 然后著名的四季酒店也在这个楼 在900 Michigan 芝加哥第十高楼的 它其实楼下都是一些名品店了 有Bloomingdale 有J.Crew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一楼有Gucci 因为它专绣的还蛮好看的 在拍视频的过程当中 因为忘记交停车费被罚了70刀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看看芝加哥最高的公寓大楼 也是排名第九的高楼 叫NEMA 就是这个NEMA 像NEMA这栋楼的话有273米 然后一共有76层楼 然后里面一个800套的公寓 然后这地方特别好 它往南的话可以看到整个大型的公园 然后能看到芝加哥的loop 然后往东看的话能看到密西根湖 对 然后我们刚刚逛了一圈 发现有很多亚裔都住这儿 这个楼它是全芝加哥第一高的公寓大楼 然后建于2019年 算是一个全新的楼吧 当然它的租金也不菲了 我看了一下它一室一厅的租金的话 差不多2500到3000之间 在芝加哥算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格了 高端公寓 对高端公寓 但你看它的装秀也非常上档次的 真的是特别的现代 简洁 然后那个lobby装的也特别的有品配 好 我们来看一下芝加哥第八高楼 它是311 South Wacker Drive 其实它在芝加哥第一高楼 威利斯塔尔的旁边那就 然后说一下数据吧 它有293米高65层楼 然后建于1990年 其实也就是1990年代的时候 有好几栋前十的高楼建成了 它是其中的一栋 像整个它的lobby的那个大坛的设计呢 是采用温室的一个这种设计原理 然后你看它四周都是玻璃 然后上面也是玻璃 下面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餐厅 然后从这里进去呢 就是可以进入大楼本身了 这个设计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 像这个楼旁边呢 还有一块很大的绿地 那这个也是loop 在loop这个范围内最大的一块公共绿地了 像天气好的话呢 像一些上班族 他们会在这里吃中饭呀什么的 然后我们在宜安中心大楼旁边 这边是芝加哥第七高楼 Two Prudential Tower 然后Prudential是一个保险公司 对吧 它前面这是一号 然后排名第七的是后面这个二号楼 它的高度有303米 一共64层楼高 然后也是建于1990年的 然后现在芝加哥很著名的一个论坛报的 总部就在这个大楼里面 它这大楼的特点是 它的顶上是那种45度角的 有点像金字塔那种造型 那其实早在1885年的时候呢 芝加哥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 也就是说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的诞生地 就在芝加哥 然后当时这个楼呢是高55米 一共有12层 那可惜的是呢 它在1930几年的时候呢 被拆除了 就持续了大概50多年的时间 好那这个呢是全美的第六高楼 其实离那个威利斯塔尔也挺近的 就差一个block 然后这个叫弗兰克林中心 弗兰克林中心 它呢一共有307米 61层楼高 那是建于1898年的 也是团队挺有历史的 1989年 哦1989年 对 就这样的 ATT的总部 对它以前呢是ATT在芝加哥的总部 这个也是芝加哥非常著名的一栋大楼 叫汉考克大楼 然后它在芝加哥目前是排第五 一共344米 100层楼 然后建于1969年 像这个汉考克大楼呢 就坐落在最繁华的密歇根大道 然后它这个大楼的一大特色就是 它外表是用这种 应该可以看到有个龙骨的一个形状 叉叉的一个形状 它这样呢其实是可以使着大楼 建出这么一个高度 然后还可以增加室内的空间 然后它顶上也有个观景台 是跟那个威力斯塔尔竞争的 大家也可以上去看到芝加哥的整个外貌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全芝加哥第四高楼 就白白的是宜安中心了 我们先报下数据吧 346米高 一共有83层楼 建于1973年 那我们走进来看一下这个宜安中心 然后它其实是那个宜安 它是公司嘛 它的总部就在这 然后卡夫食品的总部也在宜安大楼 然后你看它这个大楼的外墙 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被换过 但是由于质量原因 把原来的一些大理石拆下来 然后换成了现代这种白色大理石 也当时花了8千万的一个造价 然后它拆下的那些石头呢 有些被捐给了 其他学校有些被做成了工艺品之类的 好 那这个呢就是全芝加哥第三高楼 然后也是全美第十一高楼的 San Regis Chicago 它高363米 然后有101层楼高 然后它会在今年年底建成 那其实这个楼呢 当初是由万达 咱们中国的万达集团投资的 但后来由于他们反正一些问题吧 然后他们就撤资了 把这个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然后这家这个楼本来也叫万达的Vista Tower 现在呢也改成一个著名的酒店 瑞吉酒店Tower了 然后它这个楼的造型还是蛮有意思的 它是呈三个柱状 然后每个柱状都有玻璃的这种感觉 这有那种波纹的感觉 然后外面也是玻璃幕墙 这个楼建成之后里面会有酒店 会有公寓 这个前十大高楼里面可以看出来呢 芝加哥的高楼的建设潮呢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70年左右 你看那个Willis Tower 它就是在73年建的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在90年左右 前十大高楼里面有两大高楼 有四个高楼都是在90年左右建成的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2000年以后了 大概在2019、2020年之后呢 又建了一些非常现代化的玻璃大楼 就包括之前的那个万达Tower 现在改成St. Regis Tower 这个就是芝加哥第二高楼 川普大楼 你看大大的川普写在这儿 然后它也是全美第十一大高楼 然后像这个川普大楼的话有423米高 一共98层楼 完工于2009年 对 然后里边主要是酒店和公寓为主 真是从白天拍到了黑夜 现在才下午4点多一点点 然后芝加哥这边天就已经黑了 我们来到了川普大楼的一个正门看一看 这是Trump国际酒店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我觉得专修的还是很上胆次的 外面金币回还的 它整个里边专修非常好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里面房间也非常贵 三四百刀一碗吧 对都是有钱人来住的 对都是有钱人来住的 好那这个呢就是芝加哥第一高楼 全美第三高楼了 先报下数据吧 它有442米高 然后110层楼 建于1974年 它在1974到1998年之间呢 都是全球第一高楼 那这个Willis Tower呢 它以前曾经被叫做Cyrs Tower 这是美国零售业巨头Cyrs的总部 当时Cyrs财大气粗嘛 就买了一块地 建了一块楼 来当做自己的总部 那像这栋楼的建筑呢 它的结构很有意思 它不是由一栋楼组成 而是由九个独立的圆柱体的 这种拼接而成 你看它每一个圆柱体的高度还不一样 有些可能到六十多层 有些到一百多层 它是由九个单独的圆柱体 然后拼接成 连接成的一个大楼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当时是世界上的一个创举 像迪拜的哈利法塔也是采用这种形式来建成的 这个就是威利斯塔尔了 然后它其实在顶层的话有一个观景平台 我之前来芝加哥的时候也去过 所以大家来芝加哥玩的话非常推荐的 它是芝加哥最高的一个观景平台了 它这个大楼里主要的一些公司是美联航的航空公司 还有一个有名的是Morgan Stanley的芝加哥的一个办公中心也在这 那这十座摩天大楼呢 基本上是勾勒出了芝加哥的轮廓 熊霸全球第一高楼二十多年的威利斯大厦 展现着芝加哥曾经的辉煌 那新建的川普大楼 芝加大楼呢 也反复在向世人呐喊说 我宝刀未老 最后的周围 operating 中 感谢观看